好 焦点转而国内 其实要为您报道的是教育新闻 这个消息还蛮重要的 就是高中九九课 刚从这个学年开始实施 大考中心今天也公布了 学测和指考范围的重大变革 其中的数学科 英文还有物理到了高二 分为比较简单的A版本 还有比较深入的B版本 那么到了民国102年的时候 学测是考A版本 指考考B版本 这个有点复杂 但是考生一定要弄清楚 今年的高一学生 不管什么科目念的 都是学校所选的同一个版本 但到了明年升上高二 因应高中九九课刚 英文数学和物理这三科 会分成比较简单的A版本 与比较深入的B版本 九九课刚的内容 主要的不同最大在于 A B分版跟增加的一个 逻辑思考能力 到了102年的时候 学测考A版本 只考就是考B版本 而高二分组后 还有一个重大改变 那就是原本九五占纲实施时 文组学生在二年级 自然科只需要选修四到六学分 不过九九课刚改为必修八个学分 也就是说文组学生到了高二 一定得念物理 化学 生物和地球科学 当我们教学的内容分量加重 我们学生的学习会更扎实 大考中心解释 不管自然组或社会组 自然科的学习时数都同时增加 文组学生可以学更多 延后分流 此外有关英文 是不是要加考英厅 还得和招联会讨论 目前确定的是 明年来不及实施 解释会省知名台北报道